而提到火警 这是上个礼拜发生在桃园市新屋的保林球馆大火 造成的是六名锦销不幸殉职 昨天下午是六个人的头七法会 就在下午过程当中 中立又发生了工厂火警 这包含了像是台籍以及外劳 总共14个人通通都有烧灼伤 送医急救 但其中还是有两人命危 而令人生气的是 这个起火的工厂又是个大围结 工厂屋顶不断冒出浓浓黑夜 窗外还不寻窜出红色火蛇 场面相当可怕 消防人员全力灌就试图扑灭火势 但强力水柱还是无法迅速的把火势扑灭 这把火已经烧了至少三个小时 稍微一部分的温烧 可是它没有控制好 就等烧到这样 好像换给他们烧这样 人都在在外面 都没有人进去 26号下午4点25分 台湾中立一家工厂发生火警 秋点就在三楼 火势来得要急要猛工厂 铁皮还砸到旁边的汽车 警察人员货报赶到现场 立刻缤纷多路 在工厂里面救出14名伤患 将他们送医急救 这些外劳被救出后脸色苍白 惊魂未定 其中两名外劳 喉咙肺部吸入性灼伤 需要插管治疗有生命危险 因为他们的主要 烧烧伤部位都在脸部 我们经判断可能会有危机气管 甚至呼吸衰竭的危险 所以我们立即给予插管治疗 并注进了本院的烧烧伤家务病房 里面有很多的酸碱物质 对消防灵救灾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威胁 那我们同仁一开始 也做布线的一个抢救 但到了现场的时候 我发现那时候 报案的时候就有所谓的气泡的现象 病人意外的是 追到工厂不久之后 就要接受金发局机查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我今天早上先去巡视公共设施 没有想到说这边经济部的工业区 我先要通知他们经济部的 工业区的这个主任 说我们要来机查 结果还没到他就烧起来了 我真是很遗憾 起火的工厂一到三楼是烤鸡工厂 四到六楼是违建的LED工厂 虽然这起火警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不过违建火警已在发生 主管机关再不加把进机查 就等于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爆发 记者 黄主帮 这一座桃园 采访报道